那我们一起提问题学数学 那今天呢要来谈这完美洗牌 完美洗牌就是把牌分成上下两堆 接下来呢交错排列 那对于这完美洗牌 它的这个循环规则是怎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牌会怎么动 一开始呢一号牌 这边呢不动 那对于二号牌 它会变成第三章 其实它的规则就是如果你是什么 前九章 那它就会变成13579 用算式来写就会变成2x-1 那如果呢你是最后的这个十章 它这样子呢就变成两倍的x-9 因此2变3 3乘2-1是5 那接着是9 那再17 那到17之后呢 它是属于后半段 所以这边会变成是16 然后呢14 10 那10呢这里下一张是2 所以呢这样子就形成个闭环 这8张就会是循环的变化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把剩下的再把它补进来 4 然后7 对接下来是13 那13呢就处于下面 这边会变成8 15 12 6 11 好那11呢又会跳回4 所以对这波克牌8次会陷入一个循环 那今天呢洗了14次 那就表示呢等于是8加6 好那17 是 那鬼牌在17 那再洗了6次呢就跑到第5章 第5章 这边从右边数过来 那就是第13章 所以答案就是C 所以关键呢就是抓到这个洗牌的规则 好前半段会变成13579 2A-1 后半段会变成2680 所以两倍S-9 接着就是找出循环节 那就可以找到答案